由全台31间道场联名发起 中华佛寺协会也希望能够为生且佛物 中华佛寺协会为一单纯生且团体 结合全国佛教寺院来发挥团体功能 整理教规、维护寺产、护持三宝、培育生财、宣扬佛法 并配合政令、协助寺院建立组织制度 另外也新办教育文化、慈善公益等社会福利事业 活字协会是在81年就是1992年那一年 好像我有一个姻缘离开了台湾省活教会总干事的职务 然后那时候手上还有一些试验的师傅的案子在委托我 我想我不能够就这样子丢下那些事情 而且因为在审活会的时候看到很多 确实是法令种种的不公平 导致寺庙的潜意没有办法保障 那个东西一定要有一个属于全国性的会 来跟中央单位做应对或者做争取 所以那时候就决定要来成立中华佛寺协会 历经了大概将近一年 在82年1993年的时候正式成立 因为以试验为单位 所以它的条件很严苛 第一个是要有出家人主持的道场 而且是必须登记有案 要遍布13个县市 中华佛寺协会长期辅导寺院组织健全化 维护僧团权益举办各类讲席 并着重法令的宣导解析与倡议 加强僧团与政府的沟通协调 协助解决寺庙争议无数 今年国使馆将临终之秘书长 护卫僧团到场40年的历程 以口述历史的方式出版成书 有兴趣的民众不妨一读 法界新闻蔡孟章刘明明 高雄采访报导